灵尿天尊慈悲生老病死 人生生老病死都要一一去体会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 人生接受到的种种礼物 就像在摸彩一样各有命运 好坏都是自己抽的 谁都不能主宰你 无论你抽到什么抽到特奖 抽到大奖要满意抽到最小奖 也不要嫌弃礼物怎么这么小 都要很欢喜 因为那是你生命过程 应该碰到的是 幸好我们还有修到 可以改变这一切 今天若没有修 那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要感谢上天 感谢命运 感谢因缘和合 让我们了怨了罪 一个修行人与一般世俗人 在一起的时候 要展现不凡的气质 你是一个有道德 风度翩翩的儒者 论眼光 气度 胸怀都超越一般俗人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能如此 众生自然射受 如果你们以身世道 众生就会对我们有信心 不用讲的太多 要做的多 有人管的人是最幸福的 你不要常常想 我本性喜欢自由不喜欢人家管 如果你是佛 是菩萨 老师就不管你了 将来你到天上都有果位了 为师也不管你了 但你现在还在修的过程 还不是很圆满 还带有肉体 有七情六欲 还不能把你的举手投足做得很好 所以你需要前辈 先佛来管你 你要受教 受教你将来才会成器 成为这个世界上 社会上有用的人 所以修到要一直改变自己